经过4个月的高压 这棵榜树套在部分的土干得越来越快 应该是长根开始吸收水分了 所以我准备分出种植 打开一点塑料袋就可以看到很多须根 全部打开以后 整个环渤部分都被根抱起来了 为了结断树干不伤到须根 我先抖掉一些育苗土 这个主杠根系长得非常好 以后应该可以做成八方根的盆景 锯断以后 我把主杠多余的部分挖掉 方便以后使用浅盆种植 剪掉大部分的枝条 减少水分的蒸发 直接上盆把根往四面铺开 高压防止这种老枝条 成活率非常的高 盆景成型 速度也很快 这次的一棵变三棵 已经成功了一半 就看上盆能不能活了 好了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 再见 今天还是一棵变三棵的朴树 修剪掉多余的枝条 准备把侧枝结下来 侧枝的根系稍微差一些 朝上的部分没有长根 可能是因为环波部分 离塑料袋的开口处太近 容易干到水 所以没有长根 高压还是尽量多包一些育苗土 或者台线保湿 让环波部分有足够的水分 才容易生根 锯下来的根系还很弱 需要剪掉大部分的枝叶 种的时候比正常换盆 要种的深一些 浇透水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晚一点还会继续更新主干的视频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